大家好,我是迷之生 今天来做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视频 大家知道B站自从推出了互动视频这个功能之后 前段时间举行了一个互动游戏开发大赛 其实互动视频这个功能在还没上线的时候 就咨询了很多大部族 因为我和游戏区的一些编辑关系还不错 比较早期的时候也就这个功能参与了一些讨论等等之类的 这次的互动比赛其实也是我非常有幸作为评委中的一员 最后打了打分 虽然时间不是很多 但是在这个评选环节里面基本上所有的入围游戏 都还是给他好好的看了一遍 并且最终给出了自己的分数 看下来我个人感觉还是确实 不管是B站推出的这个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活动期间其实他也有一些进化 其中的一些功能都有了更新和加强 还是那些参与了这次活动 以及更多的从互动视频的功能上线 就开始制作相关视频的那些up主和内容生产者们来说 都有非常非常优秀的地方 说到这一点呢 首先来说一下互动视频我个人来说的一个历史吧 其实在差不多2011年的时候 YouTube上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游戏系列 兽人必须死他们在初心做的时候呢 就运用了这个功能 但是他们使用的是YouTube当时自带的一个 在视频上面可以加入标记 加入这种链接等等这样的功能来制作的 所以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它是一个视频 你看它在视频里面放出这两个东西 然后呢有差不多半分钟的时间静止在屏幕上 要这个观众啊自己去点 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 这个功能被YouTube下线了 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滥用它 在上面加各种各样的标记框 点击这里订阅啊点击这里可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网站啊之类的 本来呢有一些视频的制作者 运用这个功能加入了很多的额外的信息 自带的一些字幕 或者是像这边使用的这样一个视频的跳转功能 但是呢YouTube这样改掉之后 这些视频就全都失效了 所以可以说互动视频在YouTube上面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 而且当年呢它也是非常的简陋的一个功能 就是纯粹有一个链接 点了之后啊包括这个视频呢都会分成不一样的 那么为了不让观众们自己去频道里面找 他还要特意把这些后续的选择的视频呢 把它给隐藏起来 只能通过这边的链接来点到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根本没有办法看到后续的那些视频是什么了 在B站的视频互动功能刚刚上线的时候呢 包括我在内啊很多人也会有一种担心 觉得啊这只不过是临时搞一个小伎俩 过段时间这个热度退去之后 它就会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是通过这次开发大赛中的一些作品啊 许多视频的制作啊都已经有了自成一套的一个体系 对于这个功能的运用呢非常的娴熟 同时呢也在不断的产出相应的作品 让我对互动视频的未来呢也是觉得啊 似乎还是一个很有发掘空间的地方 那么现在呢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啊 在上个月底的时候 获奖作品就已经全都出来了 而且还有不同的分区啊 比如说有全场最佳的 有这个剧情 视觉效果 游戏设计 这么几个不同的分类 呃其实在当初打分的时候呢 我自己也是写了不少的评语 不过最终呢因为评委有很多嘛 很多很多的评委 呃最终呢这个B站的活动啊 也只是列出了一个最终的获奖者 这样一个形式 啊那我觉得 与其我挑一两个游戏去玩 然后其实因为我个人做视频的风格 是比较展示呃游戏的原本面貌 那么对互动视频来说呢 可能就和大家自己去看 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且呢每个人看这些东西啊 可能会有不同的习惯 比如说有些人会选择把弹幕打开 来看有些人可能会第一次玩的时候 想要把所有的弹幕通通关掉 而有些人比较喜欢快进 有些视频他制作上面可能有一些内容呢 是更适合呃跳着看或者反复选着看 或者是不停的刷新看 那如果要做一个我玩的视频的话呢 我觉得对于太多没有办法录到的作品来说呢 是不太公平的 那么就借此机会呢 我试图来对这一次的不管是获奖作品 还是其他的一些作品 来给出一些小小的评价 那最终的优秀与否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根据最后的这个获奖结果来看 我在这边呢很可能只是提一些 啊 从观众的角度来说 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 从设计的角度来说 可能不管是制作者 或是将来想要参加游戏制作也好 互动视频制作也好 这样一些观众呢 可能会觉得有价值的一些评价 当然了 我个人也有我个人的喜好 我会尽可能的在做这些评论的时候呢 告诉大家哪一些只是我个人的偏好 哪一些呢 是大家都可以参考的一些内容 此外呢 对于每一个赛区的最终获奖作品 我可能反而评论会变得少一些 因为呢 这些视频全都非常值得一看 而且从时间上来说也不是特别的漫长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对这类视频感兴趣的话 他们是全都值得去看一遍的 比如说最终的全场最佳获奖作品 我个人的习惯呢 会开一个隐身的窗口 这样呢 就不会有任何的记录 你可以从头去体验 然后呢 我会选择把弹幕关掉来看一遍 这部作品呢 最为优秀的地方是 把他的叙事和整个互动视频的形式呢 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 而且呢 他的开幕雷击 非常可以吸引起玩家的注意力 和许多这样的互动类视频 选错就直接失败 从头开始不一样 他把整个死亡和循环呢 结合到了剧情当中 虽然呢 游戏的剧情 在某些程度上 参照了现实存在的剧本 但是 从最终的这个完成度上来说 把它实现到游戏的这个媒介上 非常有吸引性 而且难度也非常大 作为一款互动游戏的作品来说 他的这个制作形式呢 和我们平时遇到过的一些游戏来说 都是非常不同的 我们在这部作品的片头呢 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制作的流程图 但是事实上 由于他使用了许多的参数 他实际上的这个树状图 比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要来的更加复杂 可以说是超越了古典的那样一种 一选几 然后不断分叉 或者合流的这样一种形式 从游戏的结构性上来说 非常值得一看 那么这部作品呢 同时也处于最佳游戏设计区当中 在这个赛区当中 最终获奖的是 年糕大冒险 这其实呢 也是这位制作者啊 制作的一个后续的视频了 之前呢 是一个养成类的游戏 这一次的参赛作品呢 连续在了这个后面 这部作品呢 把互动视频做成了一款 如同RPG一样的游戏 同时呢 还会有一些随机的事件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它的流程是会有一些分叉的 能够成熟的将互动视频 和RPG的形式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呢 这位制作者已经是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而且因为视频本身呢 比较的短小 重复原本的价值也非常的高 还可以通过密码功能 来解锁不同的路线 对于有兴趣的观众来说 我个人推荐 可以将之前的养成 和这部作品 一起来观看 要说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刚刚获得的这个密码 来输入一个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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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啊 我还以为猫之邦会是什么好东西呢 为什么是这样不明所以的展开啊 啊 好吧 这其实只是对其中某个分支剧情 我个人感觉上的一些不满而已 并不是对作品本身的批评了 不过我确实觉得 嗯 这个展开有点意味不明的感觉 还是打主线比较好玩 此外的几部作品 这是一个密室游戏 我个人觉得密室类的游戏 对于互动视频来说 可能并不是非常适合的一个题材 对制作人来说呢 本身也非常的辛苦 需要在弹幕当中 解决一些剧透的问题 和一般的密室逃脱游戏不同呢 互动视频的形式决定了 探索的途中呢 每一次都需要把这个视频 给重新看全一遍 当然你自己可以拉快进度 快进或者是跳跃 但是总体的观感呢 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当然抛开这一点来看 这款作品的制作还是相当优秀的 这位制作者呢 已经尽全力将这样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在顺利完成的时候 也会有看起来相当爽快的感觉 游戏设计区的这一部作品呢 则将一些细节放在了视频中 而不是完全作为选项来进行 不过呢 这也意味着这部作品 对于观众有着一定的要求 如果观众并没有从一开始 就带着这样一种细心去分析的心态 去观看这部作品的话呢 就会在面临游戏中实质性的选择的时候觉得 诶 怎么突然就给我来了个致命二选一 而且呢 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 游戏中呢 还真的就没有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和阐述 导致呢 最后这个视频 是在评计区里面大家疯狂开始分析 这一点究竟如何去平衡呢 可能还需要制作者再去多多揣摩揣摩 我个人觉得呢 是反馈太少了一点 多一些解释性的东西 对于观感来说会比较好 游戏设计区的最后一部作品呢 我个人觉得是一部非常可惜的作品 因为它的完成度确实非常非常的高 不管是从选项的多寡 剧情的分支 还是从这一个游戏内的具体演出来看啊 全都是相当优秀的 而且呢 它的剧情可以说是重现某一个跑团模组来进行的 它剧情本身呢 也是质量过硬 不过其不足之处 恐怕也在于剧本本身的一些陌生感 对于没有基础的观众来说 会比较难以带入 而且呢 视频当中的一些演出啊 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产生了一些冗长感 如果对于克苏鲁黄一之王 这样的背景设定略微有一些了解 时间比较充裕的观众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这款作品还是相当值得一看的 它的总长度大概有80分钟 不过具体游玩的时间应该没有那么长 另外呢 这部作品当中有许多的对话和台词 可是呢 配音不是很清晰 也没有加上字幕 当然因为文字量也比较大 这个字幕加不上去 我觉得也情有可原 不过最终呢 也是影响到了成品的一个观感 总而言之 有时间的观众 不妨前去观看一下 游戏设计区当中呢 这部作品同样也入选了最终的全场最佳区 而在全场最佳呢 我们也见到了 可谓是毫无疑问的大制作 它同样呢 也是基于之前制作的一个作品 扩充和延展开来的 其中有一些内容呢 和前作相仿 有一些地方呢 也做了扩充 比如说 它前作里面有一个啊 追上库库大叔的这个选项啊 基本上就是 放了一段视频之后就说 从此它浪迹天涯 啊 这就是一个额外的绝集了 在这日作当中呢 额外增加了一个 开启神秘宝箱的选项 可以说增加了一些互动上的要素 根据你不同的开箱呢 也会有不同的支线展开 比如说我之前还看到了 全身黄金装 然后之后好像就和麦克雷一起了 不过呢 越是这样的大制作啊 其实也就意味着 它真正的主线不可能分叉分的很多 因为每一段都需要 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制作 所以呢 导致它的这样一个流程呢 很可能是 分支和主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会制作一些 独立于彼此的一些演出 那这样做的好处呢 是可以让人觉得 它的支线非常的多 非常的开阔 坏处呢 也就在于觉得 这个支线其实只是故意加上去的嘛 对游戏本身的剧情来说 好像没有让它变得更加复杂 当然了 在这部作品的之后呢 也会有许许多多 这个影响到后期的选择啊 以及比我这边画出来的 更加复杂的一些支线 总体说来呢 它还是一部相当完整和扎实的作品 此外 有一些演出可能过于复杂了 在观感上面 会有一些看不太明白的样子 同时呢 它还有这个QTE进行选择 会影响 这个 不过呢 这些QTE啊 最终的演出上 还是和之前说的一样 其实最终仍然只有一个正确的选项 从评价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老观众啊 可能认为 他的之前的作品呢 在QTE以及其他一些演出上的表现呢 可能更加优秀一些 而且呢 这边也做了一个线性流程 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到不同的剧情 那么如果是觉得这部作品当中的一些选择 对自己来说不是很适合 但是还是对内容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去看看它的前作 和它的这一个线性流程版本 全场最佳区的这一款游戏呢 使用了独立游戏中的一份名作 We Become What We Behold的背景和设定 基于原游戏的设定和冲突呢 引入了新角色的视角来进行陈述 那可能是因为我对原作比较熟悉的缘故啊 在这方面呢 可能会有一些偏见 因为当你发现 如果在评论当中 许多人都在夸奖作品的世界观 和这个原点人和方点人的设定 然后却发现 这个设定其实是别的作品里的 并不是你这个游戏里面自己制作的 当然 基于原作的设定呢 作者呢 还是加入了许多的新内容 可以说并不是完成的照搬的 我觉得从这个层面去考虑的话 作者以后可以试着去制作一些 更加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过说到这部作品优秀的地方呢 我觉得必须要夸奖一下 它在结构上和最终结局的设计上 是真正做到了 初期的选择和后期的选择都会有影响 具体的表现如何 姑且不提啊 从结构上来说 这绝对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不过呢 在具体的制作上面 有一些环节之间的衔接呢 有一些跳跃 结局阶段呢 有一些路线的演出 不尽如人意 我个人的感觉是 其中有一些结局呢 明显是制作的更加的精良 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玩玩看 全场最佳当中 剩余的这一款游戏呢 是由国内的一个游戏制作组 他们制作的 这款游戏的存在感 可以说相当高 它的优点呢 在于把握了视频媒体本身的短频快 内容和笑点密集的优势 在游戏性上呢 其实它是处于比较取巧的 因为你如果去进行选择的话 后续会发现 其实这款游戏当中 绝大多数的选择 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 可能会有一两句对话的不同 但是对剧情的展开来说呢 除了极少数的选择之外 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但是相应的呢 这其实也是新人 对于制作游戏 制作互动视频 想要入门来说的话 最便捷和简单的方法 因为对许多观众和玩家来说啊 本身就未必对 很多选择 很多支线 这些要素有需求 许多观众呢 在观看和游玩互动视频的时候 如果能够一命通关 一次完成 就已经非常满足 见到了自己喜欢的梗 见到了有趣的内容 而且自己呢 又有做出选择的这样一种感觉 这样的短作品呢 正是迎合了这样的一种需求 让玩家呢 能够在短时间内 获得足够多的乐趣 娱乐最大化 这样的做法 本身就是制作优秀视频的一个 非常主流的做法 当然对于一些 比较喜欢重新做不同选择 然后观看不同演出的玩家来说 他们可能会觉得 其中的一些选项 让人觉得不是滋味 但是从游戏的设计角度来说呢 这样的选择 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也因此呢 我个人觉得 从全场最佳的角度来说呢 他就没有办法 比过其他的一些作品 在全场最佳 和最佳剧情的这两个赛区当中 我反而会在最佳剧情这一点上 给予他更高的评价 他虽然没有很多分支 没有很多不同的演出 但是就作品本身的完整性上来说 我觉得也值得夸奖 在最佳剧情区当中呢 我们此外还有两部之前 没有看过的作品 其中一部呢 来自这一个专门制作 剧本杀互动视频的一个团队 我个人感觉呢 是因为他的剧情全都是按照 现成的剧本杀的这个脚本来做的 我当时觉得 如果作为这个剧情区的打分的话 我觉得不是很适合 在他们制作的作品当中呢 也是之前的第一部作品 老楼呢 获得了更多的播放 不过从制作的技巧上来说 我觉得这一部面具呢 比老楼更加的易于观看 这个制作组 他们制作的视频 就和一般的互动视频非常不同 大家可以看到 这本的选择 其实全都是 把所有的内容 按照你想要的顺序 一个个看过来 这种样子的 这多少让我想起了 之前游戏设计区里面的 那一部侦探系的作品 播片和解谜之间 相对较为独立 那么制作组呢 就有更多的时间 去把他们的过场 把他们的这个场景 去拍摄的更好一些 而对于观众来说呢 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自己去分析和思考 从看到的过场当中 寻找线索 最后呢 做出结论 形式较为独特 我觉得有值得参考之处 不过该制作组呢 有一个习惯 就是其中很多内容呢 是需要有50%的几率 去刷出隐藏剧情的 你不刷出来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得到真结局 那我个人认为 这种随机内容呢 不适合放在这种 主线剧情的必要要素里面 因为这样的话呢 就导致观看者 其实呢 最终就是要 一遍遍的把它刷出来 这种样子 虽然互动视频本身 提供了类似于 SAR存档独档的 这样一个机制 但是我个人呢 还是认为 像这种完全看脸的 随机要素呢 更适合出现在一些 罕见的分支 或者说是 无关于主线的 额外的演出上面 主要的内容 还是应该更多的 交给观众 交给玩家 自己去选择 这样的感觉 会更加好一点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剧情区的 剩下的一部作品呢 是以明日方舟为背景的 这样一个非常长篇的 可以说比较像是视觉小说吧 在游戏的制作上面 这也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第一段就有13分钟这么久 如果我们选一下的话 会发现接下来一段视频 还是有8分多钟 到这种选择的话 每一段都有十几分钟 这样一个长短 最后我们发现 这部视频 它的时长 居然高达4个半小时 可以说和之前所提到的 短频快互动视频 需要把尽可能多的内容 放在非常短小的视频当中 这些评价标准 是非常格格不入的 这样一部以超长文本为主 配以少量决定性内容 选择来进行的作品呢 必定呢 也会失去一些关注 但同时呢 如果不用互动视频的模式来发布 好像也确实没有什么媒体 可以承栽这样的内容 除非是真的做成什么游戏了 不过那样做的话呢 也同样需要通过存档功能 在做选择的时候存个档 和这边的拖进度条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说呢 它仍然是标标准准的 一个互动游戏 同时呢 和许多作品一样 这也是一部基于 现存背景展开的故事 对于作品来说呢 这样的选择 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 借助已有的背景设定呢 制作者不再需要自己 去大量的进行铺垫 和介绍角色 可以说在角色刻画上面呢 会占据很大的优势 但相应的呢 这样做也会容易筛选掉 那些对原本设定 不是很熟悉的观众 如果你没玩过守望先锋 那么那一个小小英雄 你可能就不会很容易看下去 或者更不容易看明白 如果你没有玩过明日方舟 或者没有抽到 其中的一些概员 那么对这部作品当中 出现的一些互动呢 可能就不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 同时呢 也有可能会因为制作者 对于角色描绘的不恰当 一般所说的OOC 也就是out of character 而遭致反噬 不过这部作品的制作者 对于剧情和文案的驾驭能力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之后的另一部作品呢 也同样的 获得了相当成功和好评 可以说依靠这部作品 获得的粉丝和观众群体 都是他应得的 当然了 四个半小时的一个 基于现存设定的作品 注定不可能会是 非常非常大众的一个作品 但是如果你自己 对于明日方舟有所了解 而且有比较多的时间 愿意去看一看的话 我觉得不管是这部作品 还是这位制作者 都是不容错过的 这样一来呢 就来到了最后一个 我们还没有提到过的赛区 也就是最佳视觉效果的赛区 其实呢 在这个赛区上 还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视频的视觉效果怎么样 大家直接打开来一看 不就知道了 而且啊 视觉效果和画风 每个人呢 也会有不同的偏好 比如说从一名 从90年代 就开始玩游戏的老玩家来说 我个人呢 就会觉得并不是 分辨率越高 模型越精致 或者是画面越清晰 他的视觉效果就越棒 像《半翼之碑》 这样一个制作了完整的游戏UI 并且在背景和人物的图片上面呢 都非常精致的作品 我觉得他的观感就非常好 不过同时呢 他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其中一些素材的画风 有微妙的不同 在这一点上呢 可能会有一些扣分 但是就游戏本身的UI来说 我觉得比其他任何高端的特效 更能让我觉得 哦 制作很棒 当然啊 这绝不是说那些高清 有优良特效的作品 就不如他 恰恰相反 以真人摄影为基准的这两部作品 他们的视觉效果 确实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不管是这一部作品当中的 专专业的滤镜和摄影 以及运镜 还是《易克》这部作品当中 优秀的UI设计 以及大家看了都说好的 这些特效 都是毋庸置疑的优秀 说到这部作品呢 我也想额外指出一下 其中最大的一个优点 也就是选择之间的转场呢 非常的流畅 同样呢 也是他的缺点 为什么呢 我来给大家做一个选择 问他是谁 而如果选择另一个选项的话 可以看到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也可以说是使用真人摄影 来制作的一个无奈的后果吧 而最后的这一部作品呢 其实在同组当中 它可能没有什么优势 从互动视频的制作上来说呢 也并没有特别复杂的地方 但是啊 最终呢 在非常少的观看数之下呢 还是让大多数观众 给出了比较高的分数 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它虽然不是很精良 但是它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吧 以及制作者选择进行的一些冷幽默 虽然或许并不能和每一位观众的口味 但是如果电波可以对上的话 我觉得会是不错的观看体验 这部作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总共也就十来分钟 而且其中大多数的选项呢 并不影响最后 从剧情的设置上来说呢 也是比较平淡 但是呢 我个人感觉其中的一部分的演出 有值得称道之处 如果你觉得这个画风和音乐 对于自己来说是比较适应的 看起来听起来是觉得比较舒服的话 我觉得你也可以花花十来分钟的时间 去看一看这部作品 说不定呢 你会是对于它的最后的结局 演出比较喜欢的类型 如果不符合自己的喜好的话 老实说也不算是浪费多少时间嘛 不过呢把它加到这样一个群音辈出的最佳视觉效果 赛区上里面 对这部稍显之论的作品来说 可能还是有一些太严格了 好的 这么一来呢 将这一次互动游戏开发大赛的所有作品 基本上面全都做了一些评价 我也不知道 不是玩游戏 而是做点评这样的一期视频 大家看起来会觉得观感怎么样 我个人来说呢 对于互动视频这一个类型 也是增加了许多了解 看到了许多比较独特 比较独一无二的设计 我觉得以后呢 我会继续关注这类的视频 那么也感谢B站游戏区的编辑们 这次组织的这次活动 让我也有机会来说一说我的想法 也让我看到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 好的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明居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